欢迎大家来到学习网校 欢迎来到卓老师课堂 那么今天这节课 咱们将一起来了解一下 分数计算提行综合 那一说到计算 有一部分同学呢 觉得很开心 因为计算很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 对吧 那么另外一部分同学呢 也觉得很困难 因为计算是个体力活 类似类活 还不一定能算对 是吧 那么今天呢 卓老师就带给大家 一起来看一看啊 我们在计算过程当中 有哪些技巧可以使用 我们在计算当中 有哪些陷阱应该避免 好了 我们不说那么多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这节课当中 我们会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我们将会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呢 叫做整体约分 第二个是分小互化 那么第三个呢 就叫做连锁约分了 好了 那你看到这个分分分 它都指的是分数 那老师把我问大家啊 关于分数计算 你现在能回想起来的是什么 比如最基本的 分数计算最基本的 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翻为 加减计算 可以把它翻为乘除计算 我们一起来想一下 分数加减里边应该注意什么事情 来 同分母一分母 对吧 那对于同分母而言的话 那这个太简单了 直接分子相加减 你比如说 我给你出个七分之二 加上七分之一 等于七分之三 当然了你别笑啊 六年级不会出这种题目 可是六年级所有的题目不都是在这些题型的基础之上 加了一个综合吗 好 这是同分母 那对于一分母呢 一分母是不是就是通最小工费啊 你比如说 我给大家出一个 十二分之五加上这个十八分之七 应该能多少 老师那赶紧的找最小工费呗 短除呗 不用短除 因为像这种比较简单的时候 我们直接听每句啊 选择一个大的分母 十八的二倍是三十六 三十六是不是正好也是十二的倍数啊 三十六 三十六扩大三倍 十五加上三十六分之扩大二倍 二倍是不是十四啊 那所以这个地方就等于三十六分之二十九啊 是这样了吧 好吧 哎 这是最简分子约分 那保留这种形式 那其实呢 对于加减而言 我们还有一种稍微稍微有点点看起来难的 哎 就是那个带分数 可以吗 老师来问一下 问大家 如果出现带分数在加减法当中 你爱他吗 不是那个爱他啊 是那个爱他 你觉得带分数在加减法当中出现 你喜欢不喜欢 还可以对吧 因为我们明确的知道带分数事实上就是一个整数加一个分数 所以我们在计算带分数的时候 整数加整数 分数加分数 是不是可以单独分开计算 好了 不说这一点了啊 再说一说乘法 乘法的话我们来想一下 乘法就是啊 分子乘分子 分母乘分母 对吧 但是切记切记我们在计算乘法的时候一定要先约分后计算 对吧 你别傻乱乱乱的把这个数算的特别特别大 然后再开始约分 那那就纯属一个三二的行为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出个数字 十二分之五乘以十五分之四 再乘以这个七分之七分之几啊 七分之三吧 好 那么这个数你在计算的时候一定是怎么 我们知道在分子计算的时候 实际上通过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 整体上的分子是都在一起 整体上的分母都在一起啊 所以任何一个分子都可以跟其他的分母先约分 五 他约完之后剩三 这个三跟这个三是不是正好约了 这个四 同时出于四 这个还剩三 这个还剩一 那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分母只剩下谁了 只剩下三七 二十一 分子是不是只剩下一啊 那所以我们会发现 事实上咱们通常情况下 遇到的惩罚要比你的加原法还要简单 对吧 因为这里面可以先约分和计算 那我还有一个事情要提醒大家啊 就是 我们说在计算惩罚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代分数 那这时候怎么办 哎 代分数必须化成 这两分数 那要不然的话呢 你说 我是约呢 还是不约呢 哈哈哈哈 最近不是有个特别流行的说法吗 我们约吗 哎 预见代分数 千万不能约啊 好了 这是分数的惩罚 那对于分数的除法而言呢 我觉得就没什么可说的啊 哎 除以一个数 哎 除以a分之b 等于什么 哎 等于乘以它的倒数 b分之a 对吧 同样道理 如果出现代分数 也得换成假分数 对吧 好了 那么这是咱们分数加减乘除 四则运算里边的一些小小的要点啊 呃 有这个要点之后呢 咱们来一起看看 我们课前想念器 你做的怎么样了 来 同学们往这看啊 课前想念器 第一题 第一题 我们 我们做任何一道题啊 一定是先观察后计算啊 第一题 代分数加减 对吧 那代分数加减 首先是 整数 我认算啊 整数肯定可以单独算 然后分数 五分之二 三分之一 五分之三 三分之二 立刻看到了什么 哎 我在计算的时候 就特别想同分母的在一起啊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是不是一啊 五分之二 五分之三 又是一 所以这个算式 事实上就应该等于什么 七加八 加十一 加十三 再加一个二 对吧 好 那这就有了 七跟十三 二十 二十 十 十一 也就是二十加二十一 是不是答应应该等于四十一 半色了 对吧 第二个 第二个是一个分数的乘法 来第二个交给你 好 我们下来看一下啊 咱们刚刚说过 是不是代分数是很讨厌的 所以必须转成假分数 嗯 四八分之三十五 乘以五分之二十二 约 剩七 他俩约二 他剩二 他剩十一 所以这个是不是应该等于二分之七十七啊 对吧 你完全可以保留这种假分数的形式 只要你是最减就可以啊 当然了你要是呃 愿意再画一步也可以 这个应该是三十八又二分之一 是不是这个数字啊 啊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 继续往后看啊 来看这 这个 哦 这里边出现了一个小括号 对吧 小括号里边是十五分之二 加上十二分之一 乘以三 减去五分之二 好 那不用问了 那肯定是先放括号里 先算括号里的话 呃 我建议大家啊 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单独算 因为后面的你再抄一遍是特别长啊 你先把这个算算 呃 这个应该通分 是不是六十啊 哎 差不多 你的口算能力到了六年级 应该达到这种水准了 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呃 扩大四倍 八 呃 呃 扩大五倍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等于六十分之十三 好了 那么括号里边有了那么原算式 是不是我现在就可以写了 原算式应该等于六十分之十三 乘以三 减去五分之二 那就应该等于约个分 这边是不是还剩二十啊 二十分之 十三 减去 本来是减五分之二 但是你这是二十 是不是应该通过课啊 也就是减去二十分之 呃 五分之五 有了八 对什么对啊 你要写成这样子那就错了 我们说怎么着啊 哎 必须保留最减分数 约五 应该等于四分之一啊 这个得写四分之一啊 好了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呢 先观察后继算啊 在生命远离撒算 哎 第四个你发现两个括号对吧 前有一个后有一个 然后呢 哎 七九六十三 通分五也不算难 是吧 那好 那你先算算看 哈哈哈哈 啊 啊 算出来了吗 啊 特别麻烦是吧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事实上我们来说像这种提醒啊 你看前面是七分之二 九分之二 后面是七分之五 是不是九分之五啊 你先别着急通分 啊 我们先来看一看 反正你要乘除 乘除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用假分数啊 咱把前面的先画成假分数 七分之 七九六十三 加二 是不是应该是六十五啊 加上九分之 七九六十三 加二 是不是也是六十五啊 除以 括号里边 七分之五 加上 九分之五 那你看 前面是七分之几 九分之几 后面是七分之几 九分之几 感觉前后好像存在那么一点点关系 能看出什么关系来吗 还没有啊 好 你还没有的话 那我再教大家一个吧 你如果还没有 除法是不是咱们可以写成分数的形式啊 那下面我就写成 七分之五 加上九分之五 上面本来是不是七分之六十五 九分之六十五啊 对吧 那你把这个六十五可不可以提出来 六十五如果提出来的话 是不是变成了七分之一 加上九分之一了 对吧 哎 六十五可以提出来 那五 是不是也可以提起出来 五提起出来的话 那这地方是不是也变成了七分之一和九分之一的关系啊 对吧 好了 同学们 那你看一看 现在出什么了 嗯 有一样的 是吧 哪个一样 哎 你发现整体上这个七分之一加九分之一和这个七分之一加九分之一是不是一样的 那整体一样 咱们整体一样就整体约分呗 这个是不是约掉了 同时这个五跟六十五是不是也可以约 五 出完了五之后剩一 这个出完五之后是不是剩 十三 哎 所以这道题 你别写一分之十三啊 就直接写十三就行了 十三 所以一 是不是等于十三 知道了 哎 你看我这种做法 比你那种做法是不是要稍微简单一点 啊 其实这个东西呢 就是今天咱们要讲的整体约分啊 观察一下整体约分有什么特点 首先通常情况下是前面有个括号后面有个括号 前面括号里面有的东西尤其是分母跟后面括号里面的分母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二一个你要注意啊 刚才我们在讲约分的时候我没有提 如果你对一个东西要进行约分 那他一定得写成因数相成的形式 不能是加减啊 必须写成因数相成的形式 啊 有些人说你这地方不是加吗 我这是一整块打了一个大包啊 这是一个 这个数跟这个数是不是相成啊 这个数是跟这整块是不是相成啊 一整块跟一整块是不是约掉了 所以咱们才出这个角度啊 整减约分 对吧 好了 有问题自己整理整理啊 把这句话记起来 什么叫约分啊 叫做因数相成的形式 你必须是因数相成的形式 我才可以约分 要约 啪 一整块一整块 是不是都得一样 好 我先说到这 马上回来 咱们进入另一期时间 好 同学们 那刚才咱们讲了几个常用的分数 划小数 对吧 对于那些不常用的呢 哈哈 不常用的就不会老师 反正你讲一个我会一个 你讲一个我会一个 是吧 过后 过后 过后就忘了 提示复习啊 好 我们来讲啊 其实我觉得小数划分数啊 基本上没有难度 啊 为什么啊 你比如说我出一个数吧 0.123 那你要划成分数呢 哎 这也太简单了 是不是就是123出1000 那几位小数就出几个0呗 对吧 哎 这是普通的啊 都比较简单 那哪些难呢 哎 就是那个循环小数 划分数 是不是难 循环小数划分数又分为两例了 纯的和混的 我们说纯的也比较简单 你比如说0.32 32循环 什么叫纯的 哎 纯九经 那 循环节两位 那下面就两个9啊 纯九经嘛 是吧 里边 哎 三十二度的 九十九分之三十二 就完了 啊 当然了 你要再举一个 0.128 哎 128循环 啊 纯的 是吧 从小数捡后第一位 开始循环就纯的 那就是 哎 这个三位吗 循环节三位 那就三个9嘛 哎 多数啊 128度 基本上喝完了就挂了 是吧 那北京话讲的就叫做 嗝嗝了 嗝嗝嗝 是吧 总而言之 哎 这个酒精是不是出来了 这个9就出来了啊 那混的 混的怎么去诺 混的也挺简单的啊 我觉得混的也不难啊 你戈我嘴里什么都不难 是吧 混的 这有点写不上了啊 什么叫混的 混的就是 不是从第一位开始循环的 比如说0.12 2 8 是吧 0.128 啊 28循环 在一部参与循环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就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这个 酒精里倒水啊 这个 对白水了 那对白水怎么处理啊 你看好了啊 循环节两位 哎 两酒 对白水一位 哎 对白水 白水就说了个零 是吧 本来酒精呢 是128度的 啊 对吧 非循环部分是一 那就把非循环部分减去 那是不是就是 哎 酒精的度数啊 所以它 它实实上啊 实实上啊 哈哈哈哈 老师都不会说话了啊 呃 是不是能给 990分之127啊 就转成三数了 回了吧 那我再出一个考考你 啊 比如说 零 这个地方有点写不上啊 写这吧 0.322循环 应该等于什么 哎 首先 循环的 酒 水 一位 所有的 把水 击除掉 是不是等于90分之29啊 应该这个 得了吧 好了 循环的 非循环的 不是 混循环的 是不是都会了 那非循环的 非循环的太简单了 非循环的都不用讲啊 那接下来 咱们 看一看几个小题啊 往这 瞅一瞅 第一个是 第一个第二个 是不是都是加减法 我觉得加减法 有一个好处 如果它不进位的话 这事是不是都好处啊 对吧 你比如说 我给你准个例子啊 0.1循环 加上0.3循环 它也都不用想 是不是 这肯定是0.4循环嘛 对吧 它不进位都好处啊 它有一进位 这事就不好办了 你来看一看 有没有进位啊 是会产生进位的 对吧 所以 如果你产生进位 那你就不能用小数来计算了 就只能用分数来计算 好在这几个数吧 咱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是吧 第一个 第一个是 九分之一 八分之一 这是 这是九分之三 再加上 这是不是六分之一啊 六九八 同分吧 是不是七十二 七十二分之 这是九分之四 这合在一起是九分之四 扩大八倍 四八三十二倍 再加上七十二分之 九 再加上七十二分之 十二 对吧 算数是我比较头疼的事情 十二十一 再小的数我也讨厌 十一 这是七十二分之 五十三 对吧 五十三应该是个质数吧 所以不存在约分的问题啊 好了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出来了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交给你呗 那咱们一起来看吧 行吧 这是不是都是两位的 并且里边都是有一位循环 其实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九十分之几 九十分之是 一减零 是不是还是一啊 加上这个是 九十分之十二减一 加上这个是 九十分之二十三减二 加上这个是 九十分之三十四减三 对吧 三往后加 九十分之七十八减七 加上九十分之八十九减八 对吧 哎呀 分母都一样 分母直接加了九十分子 一加十一加二十一加三十一加七十一加八十一 感情 关系还不错了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一有六个 一十二十三十 嗯不是 跑跑 两百这是两百一十 所以这地方是不是两百一十六啊 那分母是九十 这肯定可以约分吧 三嘛 嗯 剩三十 不是 它可以直接约九 直接约九的话 它剩十 它剩 二九一十八 四九三十六 嗯 对啊 可以约 约二 这个是剩五 这个是剩十二 所以这个答案是吧 应该是五分之十二 当然了五分之十二 你要写成分小数的话 是不是也比较容易啊 对吧 好了朋友们 我啰嗦这么半天了 你的 纯循环小数 纯循环小数 划什么分数 are you ok ok那就 那就继续往后预计 朋友们 我拿一个事 刚才老师讲的那个约分 有什么原则来着 首先约分里边 你要想约分 两个单纯的分数 要想约分的话 可以直接约 对吧 但是如果出现代分数 咱们约分的话 必须把代分数 转成了假分数 对吧 那么除此之外呢 咱们刚才在讲 如果你是连锁约分的话 通常情况下 前面这个括号里边的分母 跟后面这个括号里边的分母 是 哎 得是一样的啊 好 记住这些东西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 咱们进入我们的 例题经讲时间 来 往这看 例题第一题 计算 哦 你看这个计算 这个计算本身 是不是就已经出现了 一个是 七分之二 九分之一 后面是九分之一 七分之三 前后分母里边 分数 前后括号里边的分母 是一样的 对吧 如果你是通分 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估计比较麻烦 啊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这个括号 我们可以转成代 假分数是七分之 五七三十五 三十七啊 加上九分之四九三十六 是不是也是三十七啊 对吧 然后去除以 后面是九分之十 加上这个是 七分之十 对吧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把括号里边 转成了假分数之后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之后 其实很多朋友 是不是已经看出来了 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 咱们就把前面这块 写在下面 把后面这块 是不是写在下面 来注意啊 好 前面这块 前面这块有三十七 那么提取三十七 那就变成了 七分之一 加上九分之一 后面这块 提取十 那就变成了 这个九分之一 是不是加上七分之一 对了吧 你看 答案就出来了 哎 七分之一 九分之一 九分之一 七分之一 这两个是完全一样 比较较 那这样的话 答案是不是应该剩下的 就是十分之三十七啊 哎 保留这个假分数就可以啊 因为它不能再约分了 好了 那这道题结束了吧 哈哈哈哈 你发现整体约分 其实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对吧 好 这道题如果结束了 那咱们继续往后看下一道题目啊 嗯 做错同学呢 你稍微记忆 好不好 下一个 下一个 二又七分之二 加上三又九分之一 加上二又十一分之二 再加上三又十三分之九 然后去除 除以七分之四 加九分之七 加十一分之六 加十三分之十 等于多少 哎这个看起来比刚才要麻烦多了 你先做一做 怎么样 找出规律来吗 没有 好吧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我也没看出规律来 但是我觉得前面有七九十一四三 后面有七九十一四三 通常相关下前有后有 我们是不是可以抵消掉 哎你现在不能抵消啊 我们来看 先转化一下 呃 七分之二十七十四 十六 加上九分之 三九二十七 二十八 再加上十一分之二十二 二十四 再加上十三分之 三十九 是不是四十八 好嘞 那去除以 括号里边 七分之四 加上九分之七 加上十一分之六 再加上十三分之 十二 对吧 那你仔细观察一下 前面这里边的每一个 跟后面里边的每一个 都是什么关系 都是什么关系 七分之十六 七分之四 四倍 九分之二十八 九分之七 是不是也是四倍 这个 那个 是不是也是四倍的关系啊 对吧 既然都是四倍的关系 那最终出完 这不应该是几啊 好 谁说的是十六 我们来看一下啊 事实上 既然这个地方 都有四倍关系 是不是咱们可以 把四提取出来 对吧 把四提取出来的话 那括号里边 剩下七分之四 加上九分之七 那么加上十一分之六 再加上十三分之 十二 对吧 这是七十四啊 那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本身 就是七分之四 加上九分之七 加上十一分之六 加上十三分之十二 对吧 那你看 上下是不是又一样了 那上下都一样了 那这时候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 抵消掉了 哎 整个的 这一块 跟整个的这一块 抵消完了 抵消完了就上谁了 哎 就剩一个数 那个数字叫做四 答案是不是结束了 对吧 好 朋友们 那那那那 那咱们再准备去啊 我们刚才说了啊 如果是整体约分的话 通常情况下 前后 括号里边的分母 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会将 代分数转成 假分数 通常情况下 咱们还都会 使用了一个什么 哎 是不是都会使用一个 提供应数的方法 把供应数提出来 然后就出现 整体可以约分的东西了吧 对吧 好了 那你明确了这三点之后呢 呃 你干击笔记了 你实现 还没 对吧 明确了这三点之后呢 你看看后面 咱们那个补充题 一会儿我们讲一讲 好了朋友们 那么 我问大家啊 看过这条突然题了吧 老长老长的了 是吧 咱们开始啊 一个大分数 分母是 七分之一 减八分之一 加九分之一 减十分之一 分子是 七分之 八加九加十 八分之 九加十加七 这个九分之 十分之 对吧 嗯 上面呢 是七分之八分之 九分之十分之下面 是不是七分之八分之 九分之十分之 那肯定会用到整体约分 可是好像我现在约不了啊 没关系 我问大家 现在的难点在哪 肯定不在分母上吧 是不是就在分子上 所以咱们得想方设法 把分子变得跟分母 联系性再强一点 对吧 那么咱们来研究一下啊 我把它单独分开写 那么先来研究分子 分子应该怎么约 七分之 这是几啊 哎 三九二七 对吧 东西处嘛 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是八分之 哎 嗯 三十 后面一个 九分之 三十三 再往后这个 十分之 三十六 那你发现这个好像跟我们下面那个七分之一八分之一九分之一十分之一好像还不太一样 对吧 没关系啊 咱们再继续课 你来观察一下这些分数有什么特点 都可以提取谁啊 是不是都可以提取三 如果你把三提取出来那括号里边这个地方就剩下 七分之九 这个就剩下 八分之十 这个就剩下 哎 我是不是符号写错了 哎 我把这个擦一擦啊 嗯 这符号写错了还挺挺 挺重要的啊 这两个是减号 还好我瞅了一点 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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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九分之 十一 减去 十分之 啥 三小老师好像还跟下面不太一样啊 没关系 你继续分拆 现在有个问题 这是七分之九 这是八分之十 这是九分之十一 这是十分之三 你有没有觉得这几个数好像 好像有点关系啊 哎 除了是都是假分之外还是什么 好像 呵呵呵 这就看你数感强不强了啊 好像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写上一有七分之二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写上一有八分之二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写上一有九分之二 这个地方可以写上一有十分之二吧 好吧 哎 你看是不是都出了一个二啊 你再观察 这个跟这个是不是基本上快接近了 但是还不一样 因为这里边是不是还有一些带分数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老师你不是换成假分数吗 怎么换成带分数了 一 减一 加一 减一 这个一怎么样 亲爱的 一 也抵消了 加一减一 加一减一 这个一是不是就抵消掉了 对吧 那一抵消掉了 那这时候分子上只剩下谁了 三 乘以 括号里边 七分之二 减去 八分之二 加上 九分之二 减去 十分之二 是不是这个 那这时候大家又都有个二了 那这时候你又怎么办 这又可以继续提了 你告诉我这个答案是几吧 这个答案是不是应该是 这是一个等号啊 我说没写上 这个等号 这个答案最后是不是应该是 六啊 到这一步就看出来了啊 其实你可以提起六 六里边说就剩下七分之一 减八分之一 加上九分之一 减去 十分之一啊 对吧 这是分子啊 分子跟分母是不是就抵消掉这个 七分之一八分之一九分之一十分之一了 那最后是不是就剩下一个六了 对吧 我本来一步我就不写了啊 好了 朋友们 那么你现在啊 我问大家 现在你觉得整个学分还算难吗 根本就不犯个事儿去吧 虽然你看起来这么老层这么老层的 但是实际上你记住一句话 就是如果这个人长相猙獰 那他的内心一定很脆弱 基本上我们一捅他软肋 他就呸 趴下来 就像这道题一样 是吧 哎 虽然看起来很麻烦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经过整几月份之后剩的就不多了啊 不过这道题跟前面那道题呢 有一定的差别 前面那些题 基本上我们都是由带分数转成假分数 而这道题是不是很特殊 是由假分数 转成了带分数 哎 通过假分数 转带分数 你把带分数 那个整数 通过加减 是不是也给底下掉了 对吧 哎 这是这道题的一个关键点啊 紧紧记同学啊 关键点啊 好了 那么这道题呢 如果没什么问题 那么接下来你就继续往后预计 好了 同学们 那 有预计吗 哈哈哈哈 有同学说老师 不会啊 真不会啊 啊 其实呢 你记住老师那句话啊 就是真爱生命远离撒算 对吧 就像这小孩一样 如果你不是仔细去观察 寻找他内心的规律啊 不去找到他的软肋啊 估计啊 你就跟他一样啊 就基本上就算啊算啊 就算死了啊 就以后你 就有一个墓碑 是吧 上面写着 四余 分数计算 记住啊 老师所说的话 分数计算里面应该没有难题 因为他可以啊 约啊约啊约啊约 就约没了 看这个 我先问一句啊 对吧 你在里边的这个 我看有同学这么约的啊 二跟二约了 四跟这个 这个 能这么约吗 能这么约吗 不能啊 你要想约的话 是不是我们一定得写上 因数相乘的形式 哎 老师不是因数相乘的吗 因数相乘是这么个意思啊 啊 整体上你得是相乘 它整体上最后一步是算了什么 这么加法 这不是因数相乘啊 好了 不是这个了 那咱们给他观察一下 这道题应该怎么去计算 一乘二乘三 二乘四 二乘四乘八 下面下面看起来非常相像 对吧 而且是 下面是 咱们先看分子啊 一二四 二四八 这个跟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哎 是不是扩倍了 啊 扩几倍 他扩两倍 他扩两倍 是不是他也扩两倍啊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呢 他刚才前面来开始比较的话 扩扩扩 扩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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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是扩了几倍啊 啊 扩了三百倍啊 不是啊 是扩了 一百万倍吧 他扩大一百倍 他也扩大一百倍 他也扩大一百倍 说应该是三个一百连成啊 你要注意这事啊 好了 那你知道他是扩倍的 你看下面这边呢 下面是一三九 一三九 扩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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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九 扩一百 扩一百 是不是扩一百 哎 你现在找到 他存在的那些特点了吧 那你一旦找到 他存在特点了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题了 记住 我们分数 整体约分之前 是不是都有一个过程叫什么 都有一个过程叫 提 公 因 数啊 对吧 都有一个过程叫提公因数啊 我看一下 哎 我公布你觉得 上面的规矩是 是谁啊 我就知道有人不知道 上面的规矩数 说明该是 一乘二乘四啊 对吧 这个提完了之后 不是没有啊 是一 后面这个提完了之后 他提是一个一 是不是剩一个二 他提一个一 剩一个二 他提 不是 他提一个二 是不是他也剩个二 他提一个四 是不是还剩一个二 所以三个二连乘 应该是二的三四方 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你估计下一个是谁啊 下一个是不是应该是三的三四方 最后一个 他提完之后剩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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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一百连乘 是一百的三四方 好 这是分子 咱们再讨论分模 分模提的是 一乘三乘九 第一个提完之后剩一 第二个提完之后 他剩一个二 他是剩一个二 他剩一个二 二的三四方 那不用问了 下一个是三的三四方 一直夹夹夹夹 最后一个 提完之后剩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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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一百的三四方 那这不有了吗 毒毒毒毒毒毒毒 你有 我也有 谁怕谁 整体上是不是就约掉了 所以现在是不是只剩下这个跟这个 而你发现这两个其实是不能约分的 对吧 下面是三九二十七 下面是二四得八 于是乎这个题的答案是出来了 应该是二十七分之八 对吧 能明白吗 真明白了 那真明白了 咱们再看一个 来 再看一个 这个越来越长了 是吧 好 越来越长了 同学们先算吧 我觉得这道题跟刚才这道题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数越来越长根本不是个事 出答案了吗 那我说了 一乘二乘四乘六 这个是一二四六 你扩大二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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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一二四六 三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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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四六 一百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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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对于分子而言呢 你提取出来一乘二乘四乘六之后 那第一个 提完之后就没了 是不是剩一啊 第二个 提完之后 它剩一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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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二的四次方 这个 剩一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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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的四次方 最后一个 是不是应该是一百的四次方 好吧 好 这是分子 咱们再看分母 分母的话 提完之后是 一乘三乘六乘九 成 这个提完之后 是不是就剩了一了 这个提完了 一 三 六 九 剩一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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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也剩一个二 所以要是二的四次方 我就不写了 这个肯定跟上面 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我那么感觉有点像切水果呢 还是连切 是吧 好了 那个就抵消完了 抵消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 这里边是不是实际上 也有点抵消的 这个六 跟这个六 是不是可以抵消掉 那 三九二十七 二十四得吧 还这数啊 好了 朋友们 这道题是不是也可以结束了 那好啊 这道题结束了就行了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困难吧 对吧 你看啊 记笔记同学 我发现有同学就不太会记笔记 为什么你看不对 那个供应数 你看不对 提完之后剩什么呢 我是不是看到了他俩之间 在辈出关系之后 我把这东西写在这了 你写在这了吗 记笔记同学 你写在这了吗 没写同学 是不是赶紧补上啊 别啰嗦了啊 好了 不说这个了 还有一个啊 来看这个 观察一下 哎 这有 这找到什么了 哈哈哈哈 是找到咱们那个重码数了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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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复得鸡了啊 2008 2008 这种重码数应该怎么拆来着 哎 先找出谁重复 然后进行分割 分割完之后 每一段开始写一 中间补零 所以这个是不是写成2008乘以一 零零零一 是这个东西啊 那既然你知道怎么去提供 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其实就特别简单了 来 10秒钟做出来 好 做出来了 那我写了啊 实际上呢 这个还真的是挺简单的 是吧 这是2008 提取出来 那这个就剩一 这个提完2008之后 是不是就剩那个刚才那个 1001啊 再往后我不写了 再往后是不是出来 这个就应该是一 这是2009 2008的话呢 就是1001 最后 0001 对吧 那有几个2008 是不是就有几个 有几个1啊 是这道理吧 那下面也是一道 下面无非是你把2009 剧出来 你剧出2009之后 后面是不是剩的都是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东西 对吧 我就不写了啊 那后面这块 抵消掉了 这个答案是不是错啊 应该是2009分之 2008 对了吗 写上2608了啊 一个数学老师 本着一个严谨秩序的态度 把它擦一擦 其实也就是 也就是有时间 是吧 好 是不是应该是2008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题是不是也 算是结束了 哎 你你有没有觉得题目还是挺简单的 对吧 我也觉得挺简单的啊 好了 学会提工一术 你就记住 提工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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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要想约分 一定是因路相乘的形式 对吧 好 我不说那么多了啊 那个 咱们赶紧说下一条 是吧 下一条呢 就是分小户话了 那么在分小户话这个地方 我得考大家几个 因为我觉得有同学对于 分数小数的户话 学的太不扎实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 呃 常见的这几个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呃 四分之一 是吧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 七分之一 八分之一 九分之一 呃 这个还有这个 十分之一 常见的这几个 化成小数 小数化成它 你能记住吗 零点五 这是零点三 三循环 零点二五 零点二 对吧 然后这个是 零点一六六循环 啊 这个最长 零点一四二八五七 嗯 循环 这是零点一二五 这是零点一循环 这是零点一 对吧 啊 有几个比较色素的 你稍微记一下啊 八分之一 这个 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五分之一 这几个是不是都是 有限小数啊 还是十分之一 对吧 包括他们自己 以及包括他们的倍数 八分之一得知道 八分之二得知道 八分之三得知道 八分之四得知道 八分之五得知道 对吧 这几个啊 呃 然后特殊记忆的像三 三分之一 我觉得三分之一 这个挺简单的 零点三循环 零点六循环 是吧 到三分之三 那就是一了 九分之一 零点一循环 零点二循环 零点三循环 零点四循环 九分之一 九分之二 七分之一个 七分之一是惊卡数 什么 142857 来回循环 就看谁 先出来站岗 好了 那么这是这些啊 这些呢 应该问题不大 那如果说 对于其他的小数分数 应该怎么胡话呢 你琢磨琢磨 一会儿他们回来再说 好了 朋友们 怎么样 今天觉得如何呀 刚刚讲的 分数小数 循环 混循环 它的互化 会了吗 你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在做 循环小数的时候 如果单纯的循环小数的加减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你比如说这个0.1循环 加上0.3循环 这都不用想 是不是一定是等于0.4循环 比如说加减法 如果你不静位 这个事是没问题的 可以直接加减 对吧 但如果要是有静位的话 你再去加减 那就很痛苦了啊 因为它一旦产生静位 是不是会适应到很多问题啊 那就得转成分数来计算了啊 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不是想 是不是都得转成分数啊 因为它涉及到乘法啊 你乘你怎么乘啊 你无穷多位 乘以无穷多位啊 等于 等于点点就行了 好了啊 记住分数 这个循环小数的乘除啊 都得转成分数来算啊 好 第一个 嗯 就先观察一下呗 那那我 我我 我先做一个 你再做一个吧 行吧 我先做一个啊 第一个 框里面 框里面的话 咱们先把框里面写出来吧 应该是转成 这个这个肯定会有净位 转成分数 九十分之 十五点一 加上 它是 循环节理啊 九九零分之 二一八 把数据减去 减二 减去非循环部分 那这样的话 这个就可以算了 这是不是九十分 九十分之十四啊 那就是 九十分之 十四 加上 九九零分之 二一六 对吧 那么这俩相加的话 肯定是通分嘛 从这通到这 应该是 乘以 所以应该是乘以十一啊 那么上面这个 是不是也得乘以十一啊 所以这个地方 就该变成了 九九零分之 啊 这是 一百五十四 再加上 二百一十六 对吧 这是零 这是七 这个是三 所以 应该是三七零啊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括号里边 你看我通过单独计算 括号里边 是不是已经写出来了 括号里边已经写出来了 你再去计算的话 这车就简单多了 那么原算式 我们现在就可以写了 原算式应该等约 哎 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约掉 相当于九十九分之三十七啊 九十九分之三十七 乘以 零点三循环 那就是三分之一 再乘以 111分之十一 对吧 哎呀 这会有经验了 111是不跟三十七可以约啊 还有吗 好像没了是吧 哎不对 还有一个 哎呀 差点漏了 这时候还剩九啊 好吧 答案出来了 9981 八十一分之一 对了吗 你看一看你自己做 对不对啊 我看我做的 我做的 是不是等下就出来了 哎 我听说 我正好多问一句啊 嗯 如果我要让你 再化成循环小数呢 哈哈哈哈 不会啊 你就直接除是不是就可以了 用一句 除以81 一直出到循环为止 哈哈 活泛一点啊 好了 这是第一题 我讲完了 那么第二题就得交给你了 来 把第二题做一做 我觉得讲到这一步啊 讲到今天这个情况下 咱们对循环小数啊 应该是还好了 是吧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啊 第二题还是括号里边 是不是应该是单独处理啊 我我每次都把麻烦的拿出来 单独处理 省得就写一块太乱了 这个是二 整数二不用变 二又 九九零分之 二三四 减二 减去 双循环 不是呸 就是纯循环 减去 九十九分之 九十八 对吧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它这边就是 九九零分之 二三二 对吧 那就应该等于 二又 九九零分之 二三二 减去 这肯定得通分吧 相当于减去 九九零分之 九八零啊 那答案也能算出来 对吧 借一个吧 借一个等于十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等于 一又九九零分之 二百四十二 就一减去它嘛 一减去它不是九九零分之十吗 再减去它 是不是应该等于 二四二 好 那么后面是除以十一 所以你除以十一的话呢 这个地方肯定得约分 对不对 所以约分的话呢 我就不能保留带分数 咱们就得把带分数 画成假分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好像本身 是不是就能约分 这个数 有个人说约二啊 别着急 你好好看 它能约几啊 是不是能约十一啊 如果约十一的话 这是二 这个也是二 这个约十一的话 是不是九十啊 对吧 那这样的话 语言算式就简单多了 原是 就比刚才 要简单多了 原是应该等于 是不是九十分之 九十加二 是不是应该是 好像是一二吧 然后去除以十一 除以十一 是不是乘以十一分之一啊 对吧 乘以十一分之一呢 你会发现 现在不能约分了 不能约分的话 不能约分的话 就略微有点尴尬 对吧 那就算数了 这个它本身可以约分 五十六吧 这是四十五 五十六四十五 七八五十六 不能约了 五九四十五 对吧 不能约分呢 你就保留分数呗 应该等约 四九五 下面是五十六 对吧 好 这个答案是不是出来了 我再问一句 那这个数如果你要转成这个 循环小数的话 你怎么转 再来就别错了啊 你有没有观察到 刚才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九十啊 如果这道题让你转成循环小数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在这一步里边 别约分啊 它就会变成一个 九九零分之 一一二 对吧 九九零呢 它说明的是两位循环 外加一个 一位的这个非循环 所以应该是 一一 诶 肯定两位循环吧 减了一个非循环 这地方是不是应该是 一一三 一三循环 对吧 你可以待会儿去验证一下嘛 是这样了吧 好了朋友们 老师 罗里巴基 讲了这么八千了啊 其实我们后面还有一道题 是吧 你先看看这些 等明白了没有 是吧 给你提个选 计算题 我也怕 我也怕麻烦 所以呢 通常情况下 如果你觉得这个括号里边比较麻烦 咱们可以把括号里边拿出来 是不是单独计算 对吧 记住我说的那句话 咱们小时候都学过 就是那 哪个老头来着 跟他孩子说 一把筷子 你把它掰折 不行 但是一根筷子 是不是就可以掰折 所以我们叫做 各个击破 把难度分散开 好吧 好了 不啰嗦 不啪 不啰嗦 好 同学们 咱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题 是吧 最后一个大题 我们是不是刚才说了有三个知识点 是吧 最后一个是什么 整体约分讲了 分小互话讲了 还剩下一个连锁约分 对不对 其实连锁约分呢 我实在 实在也没有什么可讲的 因为我觉得连锁约分太简单了 来抽吧 抽 抽见了没有 会做吗 我觉得你百分之百会做 算了我写吧 行吧 大家一起来说吧 第一个讲的 我剩几 2008分之2007对吧 第二个呢 2007分之2006对吧 下一个 下一个我不嫌你能猜得出来 2006分之 干2005了吧 啪啪啪 来 后面 一千零一分之一千 最后一个 一千分之 九九九 准备点火 从哪儿开始点 我觉得从哪头开始点都行 从这头开始点 是否有点像那个炮仗啊 你点一个 一口气闪到尾 所以最后剩谁了 你瞅着 还有一些没约掉的 前面这个 怕炸着自己 没敢点 后面这个 有一个没想 应该是这个说 这个能约分吗 好像不能吧 那不能那就对了 不能就是最后答案了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咱们题目是不是都讲完了 题目都讲完了 你别着急 题目都讲完了 我们通常节目下会说个什么来着 知识大总结 来 旅一遍 今天讲过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叫做整体约分 对吧 但是呢 在整体约分之前 咱们还得再啰嗦一件事 叫做分数的四个计算 我希望大家把这个最基本的掌握了 那么其实难题呢 那是后面提高的 对吧 你只有把基础横扎实了 那么后面才才能够比较容易的去应对啊 就是一个事 一定要保留最显分数 对吧 整数里面用到的技巧 事实上在分数里面同样可以实用 整数里面有错证 有提供应数 那么在分数里面呢 同样也有错证 也有提供应数 那当然了 你说分数的加研法错准的话 那通常情况下 我们说 你得找分母一样的 对吧 整体约分 连锁约分 那么这个呢 我不都说了啊 整体约分有几大特点 你比如说前后分母一样 你比如说 得提一次公应数 你比如说 会存在带分数 假分数 互化 对吧 说到这个约分 你必须注意啊 必须写成因数相成的形式 对吧 就像我在题目当中 跟你举的例子 你的下面最后一步 必须是惩罚 你的下面最后一步 是不是也必须是惩罚 那只有这种情况下 是我们才可以约分 分小户化 这也是个重点 我跟你讲啊 后面那个我不说 但是常见的分数 常见的小数 什么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 七分之一 八分之一 九分之一 十分之一 转成小数是多少 这些小数再转回去是多少 对吧 当然了不光是什么 八分之一 九分之一 你不光九分之二 九分之三 九分之四 九分之五 八分之一 八分之二 八分之三 八分之四 八分之五 突然之间嘴皮 怎么这么溜了 循环小数 划分数 是吧 尤其是成图法当中 必须得划分数计算 循环小数不能 不能 没法成就怎么成啊 这到底是 到底是多少倍啊 不说了啊 其实我们最终目的 是不是都是约分啊 约完之后一几条 OK 万事大级 财运红通 是吧 记住 老师说那句话啊 叫什么来着 他长相越猙獰 往往内心越脆弱 对吧 哈哈哈哈 不是说我啊 我说题目啊 题目长相越猙獰 往往越脆弱 所以呢 通常情况下 你只要找到那个 炮脸子啊 一点 卡卡卡卡卡卡 基本上就抵消 差不多了啊 呃 讲题 讲题就是你的任务 是吧 还还可以干嘛来着 还可以给老师点个赞啊 他下面写有评论 给老师点个赞 是吧 好像据说 还有什么弹幕功能 不知道你的这个学分够不够 弹幕功能 好像多少学分以上才可以啊 好了 不啰嗦了啊 你一个 科学作业 该写起啊 这个特级该做做啊 呃 上了六年起了 是吧 好好努力啊 呃 不能落下课 是吧 数学嘛 还得说两题的啊 不啰嗦了 拜拜 最优 下次节课啊 拜拜